欢迎收看金牌特判 2004年新加坡一起失踪案 引发了全民关注 一名八岁的不见女孩安娜失踪了 媒体报道的画面 安娜的妈妈含泪呼喊女儿 让许多观众揪心 引发近千人自愿加入搜寻的队伍 长达有三个礼拜 被称为新加坡当时规模最大的搜索行动 甚至超越了国界找到了马来西亚 后来发现的尸体也抓到了凶手 以谋杀罪判处了死刑 没想到却有三万人连数为凶手求情 死者的妈妈反而被迫离开了新加坡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蔬果批发女孩失踪事件 故事地点巴西班让 位于新加坡皇后镇的南部领海地区 整个海岸都被填海当作了码头 也是对外运输的重要集散地 安娜的失踪案就在这里的果菜批发中心 引发外界关注 时间回到2004年的10月10号礼拜天的晚上 新加坡警方接获了报案 一名八岁女孩安娜失踪了 报案人说她和安娜的母亲都住在P8中心的宿舍 因为对方有事要回福建的老家 将女儿拖她照料 当天的下午一点半 安娜说要打电话给妈妈 一个钟头后 安娜还没回来 整个批发中心都找不到人 直到晚上10点 决定要报警协巡 这时 安娜的妈妈还在福建 隔天立刻回到了新加坡 她告诉警方 母女俩当时在电话里 讲了大约有6分钟 这是妈妈最后一次 听到女儿的声音 透过媒体的协巡 外界才知道这对母女的故事 妈妈叫黄淑英 因为丈夫婚外勤离婚 后来嫁给了福建商人 为了女儿的教育 2003年的5月 她和安娜来到新加坡 黄淑英在果菜批发中心打工 她只在当地上学 2003年底 黄淑英生下了和第二任丈夫的女儿 从此往返新加坡还有福建 由于妈妈常常不在身边 安娜个性独立 是个乖巧 可爱的女孩 会自己上学 自己到美食街吃饭 自己洗澡 自己玩 基本上除了上学 都待在批发中心和宿舍 由于懂礼貌 许多的员工都认识女孩 暗发时 安娜已经小学二年级 她曾经告诉妈妈 希望长大当医生 可以赚很多钱 让妈妈过好日子 懂事的女孩失踪 格外让人心疼 有人帮忙制作散发 7万多张的寻人传单 甚至有扇心人士提供悬赏金找人 这时 景邦也得到了重要线索 批发中心有好几人 当天都有看到安娜 穿着牛仔外套 短裤 跟着一名男子来说话 他是这里的员工 叫阿豪 也是最后被募集和安娜在一起的人 阿豪告诉景邦 他也很惊讶安娜会失踪 他跟女孩本来就很熟 常常一起骑车兜风 也会请女孩吃东西 10号那一天 下午接近两点 他在仓库的附近遇到了安娜 给了他两颗芒果之后就分开 不知道安娜后来的下落 但是阿豪很配合 还主动带景邦到他遇见安娜的地方 似乎没有异状 不过 景邦直觉 这个阿豪 怪怪的 10月20号 再次的约谈阿豪 因为他是最后见到女孩的人 之后 女孩就像人间蒸发 连监视器都没拍到女孩的身影 太诡异了 没想到 阿豪改口了 爆出一个惊人的内幕 说他看到安娜被人绑走 正当警方要进一步的询问 这个阿豪啊 一下说自己说谎 一会儿又说知道内情 说有三名绑匪将女孩押进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说要给安娜的母亲一个教训 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公辞反反复复 警邦决定隔天要做策谎 阿豪也同意 因为时间晚了 一行人到了一家餐馆来吃饭 由于阿豪还是证人的身份 就没有特别的监控 没想到 他说要上厕所 却趁机从后门逃跑 连夜偷渡回了马来西亚 当然 这一逃 立刻被警方列为嫌疑犯通气 阿豪一路逃回了槟城的老家 还在朋友的安排之下开了记者会 他告诉马来西亚的记者 自己也有孩子 希望外界不要胡乱的指控 真相总会大白 但是 案情却是陷入了胶着 警方认定阿豪没有说实话 女孩的生死就在这个人的身上 直到10月30号 阿豪向马来西亚的警方投案 当天晚上就被移送回 新加坡警方的首领 他胆诚和安娜在仓库玩捉迷藏 不小心害死了女孩 10月31号的早上10点 女孩的遗体在附近的山坡 一处隐秘的草丛被发现 一个50公分大小的纸箱 用胶带封得相当的紧密 拆开一看 里面是被塑胶带层层包裹的女孩 全身没有穿衣服 全说的身体 一定无法辨识身份 最后是靠DNA确认就是失踪的安娜 警方以谋杀罪名逮捕了阿豪 只是她为什么要对女孩下毒手 女孩的真正死因又是什么 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 安娜的死因是窒息 头部也有好几处的瘀伤 另外在仓库找到封箱用的 同一卷胶带 那是用来封货运的专用胶带 而且胶带上也比对出了阿豪的指纹 仓库里还找到阿豪和女孩的衣服纤维 证实女孩生前来过这里 警方根据了激震 指控当天阿豪将安娜引诱到仓库 假装要玩捉迷藏 却是控制了女孩 起了色心脱光了她的衣服 最后害死她 头上的瘀伤 疑似是用脚踹所造成的伤痕 最后封进了纸箱丢到山坡来弃尸 但是阿豪兼称 两人关上灯在玩捉迷藏 没有想到女孩疑似摔倒 口吐鲜血 全身抽搐 她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开始模仿电视上看过的情景 打婚女孩之后再醒来就好了 她掐脖子 脱掉女孩的衣服 还猛踩她的头 她说自己没有任何的犯罪动机 她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么做 自己当时没有意识 法官问她 为什么要风香气湿 她说看电视学的 蜜蜂在塑胶袋里才不会发臭 至于为何要自首 阿豪也说 如果不自首 她会受到良心谴责 辩护律师也提到了 无法证实女孩是被阿豪杀害 因为女孩也有可能 是被自己的呕吐噎着 窒息而死 另外 女孩身上没有踩到体液 无法证实是被侵害 加上阿豪的母亲说 儿子曾经卡到阴 这些说法全都指向一个结果 女孩的死是意外 阿豪二三岁 在马来西亚已婚 有一个孩子 他在批发中心担任包装员 曾经有前科 由于说话轻声细语 总是面带微笑 外界很难相信 就是他对安娜下毒手 不过经过了鉴定 认为阿豪的情绪表达没有问题 加上犯案的过程心思细密 没有生病 2005年8月26号 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绞刑 不过 这时却出现了民众联署 为杀害女孩的凶手求情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 安娜的爸爸妈妈 被发现是黑公 曾经在2001年 非法滞留被遣返 2003年 妈妈再次的冒名黄淑英 进入了新加坡 违法的事实 改变了民众的想法 从一开始的同情 转而批评妈妈失职 疏于照顾女儿才会发生不幸 甚至质疑妈妈将民众乐捐的善款 拿回家乡盖了豪宅 还传出有民众相信 害死安娜的凶手 根本就是她的父母 舆论风向一转 变成同情凶手 可能被误判 超过了3万人连数 要求特事阿豪 事情越演越烈 结果又是什么 2006年1月 最高法院以2比1驳回了上诉 维持原判 特赦请愿最后也没通过 2006年11月3号 阿豪在张仪监狱上了绞刑台 安娜的妈妈也离开了新加坡 事隔多年 又有媒体报道 安娜的妈妈后来到了台湾经商 经营鞋子批发的生意 总之 没有父母希望孩子发生意外 但是也因为是意料之外 很多时候是连防范和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爸妈除了陪伴孩子提升自我照顾的能力 也要让孩子拥有安全的意识 愿孩子都能平安快乐的成长 这是蔬果批发女孩失踪事件的始末 你有任何想法也欢迎留言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宝石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最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